刘德华这个人呢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啊 真的就像一坛酒 越老越迷人啊 你最近两部大片 一个是潜行 一个是金手指嘛 我都看了 都有刘德华嘛 潜行呢 几乎就是一个人 把这个电影给撑起来了 而这个金手指呢 跟之间梁家慧演的 那个黑金是一样的 在梁家慧反派大佬 第一主角 刘德华是演第二主角嘛 金手指也是一样啊 梁少卫也是大反派 第一主角 刘德华相对而言 也是第二主角 一般来说这种戏呢 你如果说第一主角 是特别会演戏的那种人啊 那么你这个第二主角 你稍不留神 功力稍差一些 你这个二主角的这个光芒 又完全被第一主角 给压住吞掉的 你就像跟赵本山 一起演小品 演电影剧啊 你功力哪怕是优秀的 基本上也会被赵本山 完全压制住嘛 但如果说你配个范围 或者说宋丹丹 这种大神级别的呢 那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势均力敌 有的话呢 咱有一说 早期演技是比较稚嫩的 你像黑金那会儿 大家发现没有 就完全被这个张力十足的 梁家慧给压住了嘛 吞掉了嘛 那个戏呢 最后就只记得梁家慧了 有的甚至都快忘了 里面有刘德华 但是到了今天你再看 跟演技强如梁朝伟 这样的一个大神对戏 哪怕在金锁子里面 两个人的这个戏分 梁朝伟还占绝对优势的呢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看 金锁子里面 刘德华跟梁朝伟 两个人之间 也是势均力敌的这个状态 可见现在刘德华的这个演技 已经进化到什么境界了 刘德华其实就属于那种 长期主义者 期限不高 但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长期兼职 四十年嘛 这谁说得了 最后就成了一个 魅力四舍的这个老戏骨了 因为演艺界很少有一个演员 能够走一条 像刘德华一样的这个道路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按这种方式 长出来的这个演员的话 反而就有了一种 与众不同的味道 其实我有一说一论 早期的这个表演的话 刘德华哪怕是 四大天王之首了呢 你论演技 我可能还更喜欢梁朝伟 吴振宇 刘清云 周润发这些人 甚至早期你要论演技层面的话 我认为 任达华的这个自然度跟松弛感 都是要在这个刘德华之上的 但是越到后来的话呢 刘德华在我心目当中的这个排名 越在往上走 然后因为我就发现 他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人上来了 升上来了 到这个吴建道里面的刘建民 再到这个门徒里面 演吴彦珠老大 那个白头发的这个毒枭的时候 刘德华的这个表演 给我看起来的话呢 就能够享受了 那你说一个演员 短期会让人受欢迎 是吧 那也是能做到的 你像那个葛优啊 黄博啊 巅峰时期还曾经是 华语影坛的这个票房一哥呢 保证呢 是不是啊 但保障了这个几年之后 也下来了 回归正常了 有的时候就是单纯的 观众有点省眉疲劳了 但这个刘德华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旦在这个影坛扎根 建立江湖地位之后 他这个票房号召力啊 直到今天还是相当坚挺啊 这个不是我空口白呀 在那里讲啊 你就看刘德华 这个最近几个月啊 你就算算嘛 都出几个电影了 穆斯科行动 前行 金锁指 接下来紧接着 还有这个红毯行人 还有这个危机航线 是吧 这刘德华杀疯了 你接片量 感觉又回到香港 黄金年代的 那个时期了 是不是啊 人有两只脚 但钱有四只脚 大家知道吧 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 这个资本呢 往往比人更知道 哪些东西是有市场检警的 什么地方投下去 是能够赚到钱的 对不对 那资本都早上刘德华 实际上就反映 这个人的这个号召力了 刘德华今年62岁了 货真价实 独一无二的老天王了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 他华仔能够身体健康 一直拍下去 拍到70岁 80岁 甚至还能够像 谢谢老爷子一样 七八十岁 还能够上台去拿个 镜像奖的这个影帝 那么我呢 也是希望自己 能够健健康康的 活到那一天 然后我们一如既往的 像今天这样 买票去电影院 支持华仔 然后在电影机前呢 看他能够在 各大电影奖项当中呢 搬起奖杯 感谢华仔 华仔加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